Hey guys, have you seen Captain Marvel? I haven't 聽說即將上映的《復仇者聯盟4》中局之戰裡面 Captain Marvel 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驚奇隊長在上映以來 目前在全球票房已經來到了歷史第30位 影評則是蠻兩極的 我聽過最好笑的評論是 CGI技術竟然可以把Samuel傑克森完全年輕化 好年輕啊 但是電影在上映之前 其實在國外早就已經鬧得滿城風雨 爛番茄網上的想看指數 Want to see score 甚至一度跌破三十幾趴 你們會想說 欸,一部漫威影片 怎麼可能會有這麼低的想看指數呢? 起因在於主角Brie Larson 去年在Women in Film Crystal Ward 上台領獎時 講了一席話 My prepared spee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在台上他並沒有洋洋灑灑的感謝上帝 感謝他的父母 感謝他的製作團隊 他的公關經理 而是花了八分鐘的時間 闡述了他對於電影產業 多元性的看法 67% of the top critics reviewing the 100 highest grossing movies in 2017 were white males less than a quarter were white women and less than 10% were unrepresented men only 2.5% of those top critics women of color so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right now like wow that super doesn't represent the country that I live in and that's because that's true 我們沒有辦法把八分鐘的影片都剪進去 但是接下來Brie提到了兩部電影 一部是小說翻拍的A Wrinkle in Time 另外一部則是星際大戰 指的應該是The Last Jedi and this is also not to mention other people besides white dudes like Star Wars and would lo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a set visit and I'm also saying I don't hate white dudes I'm just saying we need to be conscious of our bias and do our par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is in the room 接下來的一段話Brie針對了A Wrinkle in Time 非常低迷的影評分數發表了她個人看法 而這段話則成為了刀火線 我們的業界已經進行了一大大的增進 我們正在廣播 以更加進行拍攝影響的人 購買電影票票 但他們還沒有讓他們有足夠的機會 在這些拍攝影響上的觀眾 這些拍攝影響的人 在這些拍攝影響上的觀眾 我沒有需要一個40歲的白男子 去告訴我這段話不成功 這段話被圈出來之後 正反兩方的口水戰就不提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上網去看 但是副作用是偏頭痛 解藥是訂閱正能量頻道 JRD Radio 好回來 後來在電影宣傳期間的訪問上 Brie針對了當初的發言做了回應 當你這樣說話 你會擔心到事情變成了嗎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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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得提到這句話 因為我沒有知道 或是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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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於說話 我都知道 就是 我最好想去的是 把更多座位到座位 沒有人拿到座位 沒有人拿到座位 沒有沒有人拿到座位 沒有人拿到座位 只有更多座位 沒錯 但是即便如此,网路上对他个人的负评还是持续高涨 惊奇队长在烂番茄网上的want to see 想看指数跌破了30% 这时候烂番茄网索性关掉了想看指数,画面变成这样 并且发文说明 We're doing it to more accurately and authentically represent the voice of fans while protecting our data and public forums from bad actors As of February 25th, we will no longer show the want to see percentage score for a movie during its pre-release period Why you might ask? We found that the want to see percentage score is oftentimes confused with the audience score percentage number 所以现在烂番茄网上已经没有电影上映之前的想看指数 只剩下电影上映之后的专业影评分数和观众影评分数这两样 OK,稍微理解一下,让大家清楚一下状况 3月初Vox Media经营的新闻网The Verge则报导了这则新闻 标题是YouTube fought Brie Larson trolls by changing its search algorithm 报导内容在说明之前要是在YouTube输入Brie Larson 出现在前面的搜寻结果都是复评和说要杯葛惊奇队长的影片 但是上映前一个礼拜 YouTube将Brie Larson字眼改为新闻相关搜寻关键字 因此最优先出现的搜寻结果不再是个人创作者的影片 而是新闻频道的相关影片 但无论如何电影上映就是见真章了 3月8号旌旗队长在美国上映 在美国首周末票房拿下了1亿5000万美金 成为了历史第18刀 给你一个参考数字 第一名去年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 在美国首周末拿下2亿5000万美金 而2017年的Wonder Woman神力女超人则是第50名 1亿美金 至于旌旗队长的全球首周末票房则更加亮眼了 拿下了历史第6名 所以国内全球来讲 他的首周末票房都是非常亮眼的 然而影评却不是很给力 而且烂番茄网还出了一个小trouble 在电影上映数个小时之后 烂番茄网删除了5万多则的观众评比 随后发表声明说系统有bug所以做出了修正 但是这肯定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托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小插曲快速带过 多数新闻网站用review bombing来形容酸民攻击影评网站的行为 而影迷们则在网路上发现无数内容一模一样的正面评论by NBC底下的有线电视台的网站 Sci-Fi Wire 在3月初的podcast里面谈到惊奇队长 认为是酸民刻意挑这类型女性议题电影来攻击 像是Ghostbusters The Last Jedi 之后又提到专业影评人士为了享受提早观看 知道独家讯息等等 偶尔都会选择性的 play softball 打软球 这是一个业界常态 但是这段话把影迷们给惹怒了 我把连结放在资讯栏位下面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听 还有有湘民上推特说 在上映的前几天有人买了上百张票 却都没有出现了看戏 因此产生了买票冲票房阴谋论 当然这真的无法去考察 所以大家就用理自己去判断哦 OK 总之讲再多票房会说话 它的确是在全球进入了10亿票房俱乐部 这是铁针针的事实 而影评不给力这也是真的 今天是4月8号上映一个月的时间 烂番茄网上目前的指数 专业影评分数是78% 观众影评的分数是58% 有将近8万人评比 在IMDV上面拿下了7.2分 在IMDV上面如果你拿下了8分以上 这算是相当不错的 就像是去年的无限之战 或者是之前的Logan 所以7.2分算是一个 OK的分数 我看了一些国外比较理性的review 大部分普遍认为说 这部影片的剧情 它的剧本张力不够 有点太城墙烂掉 有点像是只是为了复仇者联盟4 而带出了一个角色这样的电影 另一个比较尖锐的矛头则是指向了迪士尼 关迪士尼什么事 秒数是无罪的啊 因为迪士尼在2009年就买下了漫威 而且在2012年还买下了卢卡斯营业 也就是制作星际大战系列的公司 这个声音觉得迪士尼变得过于政治正确 从迪士尼乐园的加勒比海盗设施重新开幕 到电影和动画里面的剧情和角色置入 其中有刚刚提到的最后的绝地5是 除了剧情漏洞很多 跟前面的作品感觉不连贯之外 其中一个饱受批评的原因就是这个 我自己是有在看星战 当原力觉醒回来的时候 哇那真的是超级超级期待 超级感动的 但是到了最后的绝地5是 就真的觉得剧情真的不是很好 在电影院里面看的时候 边看边觉得 怎么很多地方太不合理了 然后你的确会真的感到 他有些角色和安排是 很刻意去置入的 纯粹个人观感啦 总之 《惊奇队长》是漫威第一个 女性英雄角色的独立电影 《神力女超人》不算了 她是DC的 现在有很多人拿 《Gal Gadot》跟《Bee Larson》在那边做比较 我们就不进入那一块了 但是当你有第一个女性英雄角色出来的时候 自然而然公司的期待很大 影迷的眼睛也真的很大 加上之前Bee Larson的言论被放大检视 人们对于迪士尼的一些先前之鉴 影迷们认为企业之间互相互航 企业和主流媒体则认为 酸民们刻意攻击这类型议题的电影 中间一些插枪走火 零零种种的夹杂在一起 就演变成了今天这个局势 至于我个人的看法呢 我个人是觉得啊 4月24号我们就开开心心去看Endgame就好 不要想太多 喜欢的话就给她按个赞 不喜欢的话就给她一个负评 也没有关系 表达意见嘛 但是没有必要夹杂太多的负面情绪在里面 这就是我的看法 Alright Take it easy Be happy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Bye Bye 我个人的看法是 就算看了再多的资料 你也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谁是谁非 谁对谁错 除非你能够看穿每一个人背后 做每一件事情 他的动机是什么 这中间的确有太多太多的口水 没有必要的对立和剑拔弩张 太多没有必要的负面情绪 我是觉得 人一辈子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You gotta pick your fights 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要参战 整个你死我活 这样活着很累 要把你的时间 你的青春 你的精力投资在 值得你去投资的事情上面 然后其余的事情 有时候就真的是要学习 放手 Let it go 放轻松一点 Be happy Alright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留言 还有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们的话 给我们实际的行动支持 可以上pressplay订阅我们的粉丝专属订阅项目 Al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